你以前是许大帽的老婆 跟什么人学什么意 跟着黄鼠狼只能捉鸡 你这话说的 你这会干嘛 你打打我呀 你杀我一个嘴巴 我就把你让给他 这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了争夺一个男人 这次秦怀如和娄小娄将用实际行动证明 女人玩起语言艺术 男人都得靠边待着 像当初傻猪和娄小娄短暂相爱 现如今 娄小娄带着傻猪的儿子从香港归来 于是 一场争夺男人的战争 与秦怀如和娄小娄之间彻底爆发 这是秦怀如的资本 她和傻猪已经结婚 受法律保护 这是娄小娄的资本 她和傻猪有一个儿子受亲情牵绊 于是 两个女人就凭着各自的资本 开始攻击对方的资本 你们那个时候没有结婚 那是私生子 秦怀如 我们就要去结婚了 是因为有人在迫害我 那不叫私生子 这一点秦怀如明显有点虚 不管这个孩子是什么身份 他都是傻猪唯一的儿子 这是永远无法抹去 更无法替代的观景 既然这一点比不过 那就赶紧调整进攻方向 选择娄小娄的弱点进攻 你不得不承认 秦怀如所言并非没有道理 当时离开或许因为被迫 但后来再婚 你又将如何解释 说到天花乱坠 也抵不过你再婚的事实 仅此一条就足能证明 你心里压根就没有傻猪 只是不甘寂寞 再想给自己找个伴 仅此而已 自知理愧的娄小娄开始慌了 甚至慌不择路了 那你没结婚啊 我结婚是我跟傻猪结婚之前 你呢 你结婚是你们俩好了之后 那能一样吗 你不明白吗 不管从哪方面说 娄小娄用结婚这个理由 反击秦怀如都绝不可获胜 如果就第一次结婚而言 娄小娄被许大帽抛弃以后 才跟了傻猪 而秦怀如则是死了丈夫 才和傻猪结婚 两人和傻猪在一起的原因 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就第二次结婚而言 娄小娄在香港又有过一段婚姻 而秦怀如和傻猪的婚姻 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就凭这一点 娄小娄就已经输到一败涂地 比不过怎么办 那就只能大方承认 然后赶紧转移话题 是在这一点上 我对傻猪有一点亏欠 可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 我才等到今天 如果没有这一点 我没必要等待 我只要一声召唤 傻猪随时会回到我的身边 只是转移话题 娄小娄依然犯了一个大错 她忽略了傻猪作为男人的面子 甚至自信到 可以任意摆布傻猪 这是原则问题 傻猪定会生气 而秦怀如则又抓住了这个关键 给出了火上加油的操作 这违逼吧 你不用把自己想得太好 我是没有你年轻 没有你有钱 可是我相信他 傻猪不是这样的人 他有责任感 他不会细心研究的 维护了男人的面子 刷新了傻猪的存在 不管是不是有意戴高帽 傻猪都会感谢秦怀如的董事 而郁闷于娄小娥的盲目自信 趁着娄小娥气势被压制的档口 秦怀如继续进攻 撇开两人的曾经不言 仅就两人目前和傻猪之间的状态 娄小娥属实理亏 香港再婚的时候 为什么没想给自己的儿子找回父亲 就算两人之间有个儿子 但傻猪和秦怀如是合法夫妻不容挑衅 你的理直气壮从何而来 就因为有钱 就因为你认定傻猪会看上你的有钱 这是电视剧 有着艺术加工的成分 你怎么可能会如愿 第一次对决 秦怀如虽然完胜娄小娥 奈何傻猪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儿子 有了这层撇不开的牵绊 娄小娥始终自信 再加上娄小娥给傻猪开了一家菜馆 更是牢牢拴住了傻猪 这一下秦怀如没有办法了 只能再次找到娄小娥再来一次劝说 当然两个女人之间的对话 尤其是关于争夺男人的话题 不可能心平气和 最起码也会阴阳怪气 我想和你谈谈 主动权在我 我也想跟你谈谈 就是在争夺这个主动权 掌握了主动权 才能掌握这场对话的节奏和方向 才能确保最后的胜出 你看 以前你没走的时候 咱们相处得还不错 也没红过脸 其实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我想了一晚上 想起你在的时候 咱们还有说有笑的经常 那个时候我很羡慕你 当然了 我现在也羡慕你 你看 你有这么好的房子 还有大饭馆 还是个香港人 这一次秦怀如不再气势逼人 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软刀子杀人 先把对方高高抬起 抬到一个下不来的高度 抬到一个不好意思和自己争的高度 我先强调你的好 你再看看我的闹 我跟你就比不了了 我就是一个苦水里蹚过来的人 可以说我除了这三个孩子 我一无所有 我唯一有的 就是这么对我好的一个男人 两下比较 你了解我们俩的区别在哪了吧 有了这个前提 我再问你 我能不能恳求你 别跟我争 你还好意思吗 你好意思夺走我唯一的东西吗 只是秦怀如的道德绑架 很快就被娄小娥识破 轻松给出了反驳 直接抛开了争夺男人的话题 而是强调了父亲的问题 男人我不和你争 我就是想给孩子找回父亲 拳头打在了棉花上 秦怀如的第一招失败了 但好在她很快调整了自己 赶紧顺着娄小鹅的理由 再次给予了反击 帮孩子找回父亲 我同意啊 我一直都同意 但是 请你不要将两件事混淆 我不拦着傻猪有儿子 但谁也别想用这个理由 夺走我的丈夫 从这里开始 两人之间的对话开始变质 开始从商量变成了争吵 再度恢复到女人之间 才有的正常语言对决状况 结果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许大帽把你抛弃了 你们家又被抄了 是吧 你那个时候很无奈 很无助 你才能喜欢上傻猪 诚然 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时期 如果不是被许大帽抛弃 娄晓娥这样的高昊女人 断然不会看上傻猪 更不会和傻猪有了一个儿子 也就是说 娄晓娥所言之爱情 压根就不存在 甚至就只是无奈的依靠而已 娄晓娥当然不会承认 你要这么说 那未免有点太自私了吧 秦怀我 我问你一件事 咱们不说过去 就说现在 你说傻猪是爱你还是爱我 爱我吧 不是 怎么不是啊 我给她生了一个孩子 我条件比你好 我能满足她的事业 你能给她什么 朱菊 这就是资本 这就是娄晓娥 始终自信的根本原因 因为人家有钱 因为没人不喜欢钱 别说傻猪不傻 就算傻猪真傻 也抵不过真金白银的诱惑 一家菜馆 投资三百万 娄晓娥说开就开 而傻猪一生的梦想 就是能够拥有一家川菜馆 仅就这一点而言 秦怀儒确实比不上 只是 这些东西和爱情无关 娄晓娥越是这么说 就越能证明自己没有底气 逼着秦怀儒再次发起反驳 我给不了 你能给的这些 我都给不了 但是 你也没有看见过这些年 她是怎么对待我的孩子的 虽然不是亲生的 那比亲生的还要好 我的孩子 也都拿她当爸一样 她是怎么对我的 你看见过吗 这种感情 是你没法理解的 是 你有钱 你可以拿钱诱惑她 给她开饭馆 你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意思很明确 我没钱 傻猪依然爱我 依然把我的孩子视为己出 你自己说 傻猪到底爱不爱我 娄晓娥再次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赶紧往回找捕 有点恬不知耻了 有点不知所以然了 既然如此 那你为何又在香港再婚 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和傻猪之间 有一个剪不断的纽带 那个时候不记得你们曾经相爱过 还是到了现在再次被抛弃以后 你才发现还是傻猪靠谱 绝不会抛弃自己 其实就如情怀如所言 你就自己套吧 她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傻猪想要的只是这个儿子 只是这个能为何家绵延香火的儿子 至于所谓的爱情 人家有 至于所谓的婚姻 人家也有 这是 秦怀如到底低估了 娄小鹅的心机 她还有一个能将秦怀如 一击致命的秘密武器 这台留声机你认识吧 这台比我岁数多大的留声机 是我跟傻猪的爱情见证 也是我从对傻猪看不起 到对她刮目相看 再到逐步产生爱情的美好活跃 因娄小鹅的强烈要求 傻猪将自己最喜欢的留声机送给了娄小鹅 而娄小鹅专门找人摆在了客厅 就为了让秦怀如误会傻猪的心思 进而让秦怀如彻底死心 看到留声机 秦怀如不再说话 默默离开 这个趟着苦水走过来的女人心凉了 只是傻猪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四合院内三位已经封神的大爷 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说到底娄小鹅到底没能弄清楚什么叫情 最终也将败在了这个不懂情上